家始终是最温暖的 没有任何人都希望成为五根扶贫 到处漂泊 但碍于现实情况 缅甸国内工作不多 收入又低 因此为了养家活口 只好飘洋过海 赚取那微薄薪水 然而缅甸政府决定停止输出 劳工的宣布 无疑掀起波澜 本台记者走访吉隆坡三个缅甸外劳集合地 发现这些外劳都保持随遇而安的心态 以不变应万变 事实上在今天的走访过程中 无论是路上游荡 或是正在工作的缅甸外劳 他们很多仍然不擅长使用马来语或英语沟通 而这也成为本地商家 倾向于聘请印尼劳工的主要原因 商家们也异口同声认为 失去缅甸外劳并不会带来多大影响 我是用本地马来西亚的员工多 之前有用缅甸的 可是他们的十个里面就蛮多都是态度有问题 语言沟通 语言沟通是很大的问题 不是每一个人听得明白 我们讲了马来话 英文都很难 所以我们跟他们沟通也难 他们跟我们的顾客沟通也是很难 两国纷争最终受苦的始终是最无力的人民 缅甸外劳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纷争尽快落幕 让他们能够安心赚钱养家 毕竟这才是他们飘洋过海 以劳力换取未来的最终目的 巴图空间陈宝儿 吉隆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